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Binder 今天来介绍一款 跟某奇迹一样 有着多方代理 名称 以及正版授权 至今仍有不少始终玩家坚守的回忆 魔力宝贝 事前先说明一点 很遗憾的是我并未找到即将上架的魔力宝贝回忆 回忆这款之前就有列在四读清单中 但情报不多的情况下 查证就必须格外严谨 外加很多不知名小厂喜欢遮遮掩掩 更不会直接让玩家知道产地出处 贴上个台湾某代理就要玩家买单 而目前根据台湾的网站FB等情报 只能找到类似界面但不完全一致的游戏 避免误导各位 所以不敢贸然当作本次试玩影片 但我还是整理了各版本的魔力 让各位快速重新认识一下 而以下提到接以台湾有代理或者推出的台服为主 非正式的师傅我就不多多介绍了 魔力宝贝游戏最早开发商是爱妮克斯 也就是后来的史克威尔爱妮克斯 而最早的台服版本 是于2001年在PT端上 由台湾的大宇资讯代理 目前仍在营运中 接着是续作魔力宝贝2 当时分为两个代理阶段 在2009年到2012年期间 由台湾的大宇代理 以及2014年到2017年的2.0版 由香港的惠斯游戏代理 接着是2015年到2017年期间 推出的第一款魔力宝贝手机版 开发商是SE以及中国的完美世界 而台湾是由完美在台子公司 爱玩天地代理 但风格十分魔幻 乍看也还以为是什么爆爆王 而时隔近一年多后 2019年第二款魔力宝贝手机版推出 当时是由SE跟腾讯联合开发 在台湾叫做魔力宝贝M 是由游戏局职代理 相信这款大家都不陌生 而至此我们开始进入大黑暗时期 各种放飞自我 真假授权时代 2020年由中国塔人网路开发 军海游戏发行 魔力宝贝觉醒登场 在台湾称作魔力宝贝放置版 是由义亨数位代理 就是近期准备要上架 乙族骑兵那一间公司 不过能把魔力宝贝这IP快速玩倒 只能说这家的经营功力也是厉害 再来2021年 魔力宝贝永恒初新 由初新网路与大宇资讯联合开发 台湾主代理是由初新网路负责 但实际上也是空壳 母公司是广州惊奇 我记得这款在去年开服当天 太多人多开 伺服器直接挂掉 FB被喷爆 不过现在也是量的差不多了 接着一款是魔改作品 传奇版的魔力宝贝 于2021年发行的魔力宝贝正版授权 台湾初期的代理是魔方数位 但后期的经营都是交给中国的世纪悠悠 这个版本就是不知道哪捡来的传奇开发而成 整个就是来闹的 所谓的正版授权 也只是个产品名称 官网上也没有任何标示或者有SE的logo 同年10月由Ella代言的魔力宝贝归来 开发商是中国的闪亮工作室 代理商是金天网路科技 但也是个空壳跳板 实际母公司为尤飞网路 接着是预计于25号推出的魔力宝贝回忆 这等下后面会仔细介绍 以及目前中国正在测试中 未来可能登岛的版本 魔力宝贝旅人 这款也会放在之后的影片再另外介绍 而关于本次的魔力宝贝回忆 台湾人代理商是热根游戏 首先关于正版SE的授权 除了在FB横幅图上 右下角有一个SE的logo外 官网上并没有任何标示 至于是不是怕被告还是忘记标上 姑且就先打个问号吧 这间公司曾在2020年7月 有上架一款超冷门的作品 《谋天下》 而开发商是《上海游匪》 刚好跟前面的魔力宝贝归来也有关联 所以那款是不是正版授权 我就不好说了 各位自行推敲吧 而去年有一款魔力回忆在中国内册 还有一个可能是他的讨论区 近期还有在持续经营 但因为版号审查的问题 也还没有正式营运 所以提前跑来台湾上架也不意外了 比对画面上还是有点不太相同 但内容上应该是大同小异的 不过一个政经的开发商 却连一个官网都没有架设 只能在小论坛宣传 这你敢信吗? 另外在中国 可以找到一款类似名字的《魔力回忆》 但是它是个连正经代理商都没有的游戏 APP还要从云端下载 是个信仰上的正版授权 实际上就是个师傅 至于正版授权这件事也很玄 毕竟外国厂商也很难告赢 当地中国的侵权问题 即使它是假的 你也无法对它制裁 结论 爱德魔力转圈圈 真假授权不停歇 回忆只有躺在过去才显得美好 再翻出来的都只是割草跟利益 既然主打100%的原汁原味 就是所谓的新瓶装旧酒 如果要玩的话 目前也有正版的端油跟手机版了 真的不需要特别去玩这个版本 所以这款未来上架的时候 我也不会特别去做试玩体验了 真的哪天原厂出个用虚幻5开发的魔力宝贝 再来叫醒玩家吧 另外要说一下 每部影片的制作都是依据官方释出的情报 来查证背后的来源跟出处 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来进行反复交叉比对 制作者时间成本比单纯的游戏体验高 所以有些游戏没办法第一时间排雷的话 请各位见谅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明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